當大家,例如吸聯絡或負責同事做好一個基本的自學教材 例如有教學片,有些問題等等 然後你們就可以分這三點 新增協作者 打回你想給同級的同事,例如我教中一點的 1C是梁國晴教的,我就打梁國晴 好,然後如此類推,打了所有會一起教的同事 接著就按傳送 同時就會收到一個email 叫你有個協作等等,我示範一次 打給自己,這樣一次就自己打給自己 好,傳送 好,接著就完成 吸聯絡人到這裏基本上完成了工作 接著呢,你會發覺就是當 同事去到 收到email的時候 好了,這樣 有點時間 好了,那就 轉回吧,好了 譬如同事收到email 好 好,這裏了,那你就會見到呢 譬如我是 我是教1C的,那你就會見到,咦,抽到email了 接著呢,你按進去 從表格中開啟 好了 按進去,從表格中開啟之後呢 記住,如果這一刻你在這裏改的任何東西 其實是會影響了吸聯絡人整的稿 所以你必須要做一個動作就是在這裏,這三點,更多 按進去 複製 然後譬如打回你自己的班,譬如我S1C S1C的咧咧咧,這樣 確定 你可以選擇 令到其他協作者都看到的,或者沒有必要,那就確定 好了 然後呢,你就會產生了一個新的Google的表格 但是呢,你就不需要做完之前所有吸聯絡做了的事,或者相關同事做的事 而你在這裏改任何東西呢 譬如這裡改8 然後呢 你回到這裏 你見到是不會更改到吸聯絡的總稿 這個就可以讓大家,譬如說去到,我複製了之後 再一次吧,3點 複製,複製了之後呢 然後呢,你就可以加入自己那邊的 自己那一段的回饋片 好,這個分享就去到這裏了 這裏